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跑的回圈 基本上就是把這個相關的title 放到這裡面來 並且做什麼超連結 有沒有所以你會發現的點擊超連結怎麼做出來 這邊就有超連結 然後他去抓id 去show然後呢再把 相關的這個item放進去 並且後面還記得換行 然後最後記得在refresh 這個清單就做出來 特別這個是動態的做法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在上面也by的一個什麼 Click事件 這個部分我想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裡面的做法這個是 我們這個home的這個頁面當他page show的時候 如何動態載入 清單 不過這個難度有點高各位可以看到前面是取得資料 庫裡面的資料 然後再把資料塞到less view裡面去ok 接下來的話還有兩個 那個page show的事件 這邊的話各位可以看到一個是displace Displace Displace是哪一個 當我什麼呢 點選其中一個的時候有沒有 但是這個地方會有錯誤訊息 因為我用網頁方法 所以呢裡面沒有GPS位置 正常狀況在手機裡面應該是不會有錯 那因為我們現在在 網頁上面 所以特別注意喔 當我displace的時候 他會去呼叫什麼 有一個方法叫get location 另外呢 在new的這個頁面 new的頁面是哪一個呢 就是打卡 當我打卡的時候有沒有 也會跳出錯誤 因為這個時候他應該怎麼樣 正常狀況應該會自動抓到經緯度 從GPS 不過會有錯誤啦 那實際上剛剛這兩個頁面 都會執行這兩個方法 叫做get location 那所謂的get location 實際上就是在底下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 get location 特別注意喔 就是 Phone Gap 裡面 如何 抓到手機裡面的經緯度 所以以後如果說 你希望你的手機 能夠抓到經緯度的話 可以參考這個方法 甚至可以一模一樣 複製 貼上 就可以抓到了 那這個方法裡面有哪一些重點 來看一下 基本上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在這底下 有看到 get location對不對 實際上就這一行程式 這行程式 裡面的話會有要還要再寫兩個方法 一個是 LOC 有沒有如果成功的話 如果是失敗的話